大家晚安啦 世俗期间还是穿着球衣跟大家来聊天气 不过这几天天气的水气真的还蛮多的 格外注意天雨路滑还要细带雨季咯 来看一下累积的雨量 这两天水气量基本上就在北台湾 东北部还有山区为主 所以你看到万里啦 仁爱还有金山 秀林这边等地呢 两天的累积雨量都破了百毫米 明天一样会有滑南水气跟东北季风 所以天气一样很差 越到南部天气越缓和 所以南北又是两样起 尤其大选的天气呢 气象局也针对了未来三天 水气量做过还是比较多 周六投票日当天呢 刚好就是油湿转干的过程 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水气 一路到周日 季风减弱了 雨区也变得比较少了 天气才会稳定下来 所以未来三天 户外的活动呢 跟投票日当天的天气 也给大家做参考咯 来看一下呢 明天整体呢 在全台湾的温度降雨部分 在北台湾水气量还是比较多的 低温21度 高温来到了27度 中部的水气还是有的 你可以看到呢 在低温21到29度 南台湾水气量比较偏少 高温来到30度 温差比较大 东台湾你可以看到呢 水气量在宜蘭会比较多一点 整体呢 21到28度 离岛地区水气量呢 也是比较多的 整体是17度到25度 所以呢 未来的一天到一天半 天雨度的话 还有呢 西戴雨区雨 都是蛮重要的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